张云雷,德云社刚火起来的小脚,最近却因为一个话题再一次火了起来,当然,这一次火的不是那么自然,是被火烧得才火起来的。 这把火就是因为在一个节目中,张云雷说出了一些看似直男的话出来,女人连家务活都不干好,我娶你干什么? 这个综艺节目不是最近的,按照节目中参与的人物,应该是去年的一档节目,毕竟,在节目中有参与了,我是演说家的被大女生留言,在节目中,留言直言,凭什么家务,必须是女人的事情?凭什么女人必须会做饭,会洗衣,会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? 于是,就有了上面张云雷的一番话,张云雷说,可以忍说你不会做饭,但是家务都不做,请你干什么? 也就是网上典型的直男矮特征,也被人认为是大男子主义。 说完此话,张云雷被刘远深深的鄙视了,为啥是女的,就应该收拾家务。 张云雷也解释了,不需要女的必须得能挣钱去,但必须会收拾家务,把家收拾得漂漂亮亮的。 看得出来,张云雷也是个传统的男性,这个应该和他从事的相声行业有关系。 至于谁收拾家务,咱们在这里不再讨论,也没有必要。 毕竟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,谁也做不了肥家的主,两个人组成小家庭,什么不能商量着干呢? 至于说张云雷是不是直男,这个就另当别论了。 如果说觉得他说的不对,脱粉就好了。 如果感觉自己不仅烧地一手好菜,家也收拾得很干净,那么恭喜你,你可以有全力成为张云雷的媳妇了。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呢。 当然了,张云雷也透露了相声行业,或者说是德云胜利的一个公典,那就是女人连家都收拾不好,是不能要的。 最后,节目主持人吻德话特别的低致,见过母鸡打鸣,公鸡下蛋吗? 最后,张云雷连带着涮雷一把自己的行业,都是这个熊样。 你爱喜欢不喜欢,有的是会做饭的女孩上,赶着去像声园子听像声的,你不去只是自动地被选择掉了罢了。 不信的话,过不多久,这又成为德云舍的一个段子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 那么,在分享、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